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邀请您加入赢家的行列 全国亲爱的投资朋友们大家好 陈丽豪讲的话你有要相信吗 我一直跟你们说过我在股市 各位35年了 对不对 我20岁就在股市里面打混 念书的时候就已经在关注台股的一个动向 其实各位如果你真的相信利豪 你应该早就跟着利豪一起打江山 各位上个礼拜2月2号跟2月3号 我一直提醒你 我说我们赚够了 我说我做股票 再上去给别人赚 我们赚该赚的就好 我也跟你们说过 越上去越有风险 你们就不相信 我2月2号一直跟你讲 我出了 我那个动作很帅气 对不对 那各位我2月3号 我还跟你讲 我不但出股票 还去放空金星科 各位你有要相信吗 我在电视上我都跟你讲了 你有要相信吗 各位你看 这个啊 是我在上个礼拜五 对不对 上个礼拜五的节目 对不对 天哪 盲点测试赚翻了 有没有 有没有 所以各位我跟你说过 2月3号 我说我放空金星科 对上个礼拜 上个礼拜是礼拜 2月4号才对 这是2月4号的节目 礼拜五的节目 我不是跟你讲吗 2月3号我放空金星科 各位结果呢 2月4号是礼拜几 我看一下 有点记浑掉了 我看2月几号 2月3号是礼拜五 对 礼拜五没错 礼拜五是2月3号 那我没有写错 是礼拜五 2月3号 我不是跟你讲 放空575到578吗 各位 你知道到了今天 便赚多少钱吗 到了今天变38块 你看 我当初跟你讲 放空你有要相信吗 对不对 我曾经跟你说过 我不会造假 不会作弊 不会欺骗 各位 我再拿一次给你看 你注意看 各位做股票 要真凭实据 不要去造假 不要去欺骗 不要去吹牛 知道吗 对 上个礼拜我就已经跟你说过了 各位我们看看上个礼拜 我不是已经说过了吗 你看 礼拜几 礼拜五 放空的股票 在这里 我是一定会找给你们看到的 各位你看 这里面 上个礼拜五的 对礼拜五两个字 有没有 去放空金星科 有没有 575到578 我已经跟你说过了 只是你愿不愿意相信 各位你看 你看 这张股票 如果你真的去放空 上个礼拜 各位最高579对不对 你看到今天最低多少 537 你看看 今天最低多少 537 各位我一直跟你们说过 股票真的不要多 如果你真的来 懂得来龙去卖 各位 2月3号 礼拜五的时候 我说1月5号到2月2号 买股票 金星科四次 赚了194块 各位 2月3号礼拜五 放空金星科 各位到今天赚38块 全国第一名 全国第一名 我已经跟你说过 真的 我们就用一档股票 来告诉你 什么叫盲点测试 来龙去卖 所以各位 你看金星科 已经赚了1654块 对不对 那各位 如果加上 今天的13块 那各位 就不止1654块 所以各位 你要相信 陈利豪 我真的 在股市这么久 你如果愿意相信 你就跟着我一起打江山 在台湾股市里面 不是让你去造假 作弊 欺骗 吹牛 你就可以赚得到钱 不是 我上个礼拜就跟你讲过 我说开红盘的那一天 对不对 1月17封关 对不对 那各位 开红盘 你开红盘之后 各位 我不是跟你讲 大涨560点 我们就先出一趟了吗 你看这个 各位 我们先把基辛科 先摆一边 你看台积电 你记不记得 那一天我跟你讲 我们台积电 在封关之前 1月17号 不是买在500 500到502 503吗 结果1月30号 不是出一趟 540到542 赚了42块吗 我不是跟你讲 放完年假 赚42块 有没有 10张42万 100张420万 那各位 我是不是跟你讲 我入带为安了 那入带为安之后 各位 542块 有没有再打下来 你看 各位 你看当初台积电的时候 各位你看 1月30号 对不对 1月31号 各位 还有538 1月3 开红牌那一天 最高543 我出掉了 我们出到最高价 出掉之后 各位 我是不是跟你讲 再买回 再买回 你看 我成立好 不会造假 不会作弊 各位你看 你看清楚 来 我不会造假 你看1月31号 我们又买回 522附近 有没有 是不是在买回 又买回 那各位你看 我2月2号不是跟你讲吗 2月2号不是跟你讲吗 又赚20块 各位 我是不是又带你出场了 是不是又带你出场 10张20万 100张200万 我不是跟你讲 我有一个会员买212张吗 赚了424万 你当初一定会问说 老师啊 你为什么要出场 老师啊 你为什么要出场 各位 我在电视上 我都跟你讲了 我说我1月30号再买回 你有相信吗 各位台积电又赚20块 我那天就跟你讲了 我那天就跟你讲 台积电我又再赚20块 你记不记得 各位你看 我是不是跟你带出了 2月2号是不是带出542 很多人说老师啊 外资看到700多块 外资看到700多块 老师你为什么要出 你看今天 各位 我是谁啊 我是全国第一名的老师 各位 我是全国第一名的老师 你知道跟着我的会员 多喜欢陈利豪吗 我非常用心 一档股票来龙去卖 盲点测试赚翻了 你看 台积电报喜 大摩喊上看700 看7字头 我那时候拿报纸给你看的时候 我不是跟你讲过了吗 外资法人如果说讲话 都可以相信的话 那各位 你要我陈利豪干什么 对不对 你要我陈利豪干什么 我陈利豪比外资法人都还厉害 各位听得懂吗 所以你看 我开 过年前布局 开春的第一天 卖在542 赚42块 结果再打回522附近 我又再买一次 又赚20块 我又出掉了 各位你相不相信 我今天又买回来了 你相不相信吗 我今天我告诉你 我又买回来 而且又打在测标上 我又买回了 我是谁 我是全国第一名的老师 我不会去造假 不会去作弊 各位跟着我 你真的是有眼光 真的 我只能讲你有眼光 其他都不要再讲 各位金星科 我再重复再回来讲金星科 各位你记不记得 我在上个礼拜五 跟你讲金星科 我把前面做四次 第一次 做赚60块 跟你讲 然后放空赚45块 跟你讲 然后再买回来 赚50块 我又跟你讲 结果各位 我又再买做多 又赚了52块 又跟你讲 然后各位 上个礼拜五 又跟你讲放空 到今天又赚38块 厉不厉害 我只是故意 我故意打给你看 我就是故意要让你知道 我就是这么厉害 听得懂吗 你看看一个老师 对不对 1月31号 你有相信吗 金星科赚钱了 对不对 赚钱出场之后 各位开玩笑 2月3号再放空金星科 我都打在测标上 各位你有看到哪一个投顾老师 会像陈丽豪一样 买股票打在测标上 卖股票也打在测标上吗 有没有 你有看到哪一个老师吗 如果没有真正的实力 如果没有把握 他敢打在测标上吗 你怎么不去想一想 台湾股市不是跟你吹牛比赛 你就可以赚钱的 是真正的实实在在 才真的赚得到钱 所以各位 2月3号放空金星科 当天就赚25块 到了今天赚38块 全国第一 对不对 各位还要讲其他的吗 不用了 各位你看 你相不相信我买回 今天打下来我又买了 我不是打在测标上吗 我不怕你比较 各位你看 三六六一 四星KY我们赚钱了 对不对 你相不相信我今天讲900到905 买回 各位 我一开盘就在讲 你看 我一开盘就在讲 各位看今天 今天 今天的行情 你看 今天 各位一开盘就在讲 看到了吗 今天两个字 有没有 900到905可以买回 有没有 四星KY 你看几点的时候 7点38分 各位你看 我7点38分 还没开盘就讲 四星KY 900到905可以买回 各位最低多少 904 买到了收盘收 933 你这样的老师 你不跟你到底要找谁 整天找那个吹牛比赛 整天找那个涨停板的 有意义吗 我们不需要每天涨停板 我们每天赚钱就够了 不需要涨停板 你听得懂我的意思吗 所以各位 很多人说 一直在想 我举一个实际的例子 我举一个实际的例子 我今天收到一个很特别的会员 他在三个多月前 就看我的电视节目 看了之后 当天就被我吸引了 打电话进来 告诉业务说 想参加我的会员 结果各位你知道吗 三个月前打电话 一直到各位 到上个礼拜五 上个礼拜五才加入 你知道为什么吗 一下要 一下不要 一下要 一下不要 一下观望 一下干嘛 一下干嘛 各位 永远在模拟两可 你知道你在模拟两可的过程当中 这三个月 你知道行情走了多少次了吗 你知道你少赚多少钱了吗 你知不知道 就像过年前我们布局四档股票 对不对 各位他也在 老师过年前 老师我把股票全出了 我怕会干嘛 会干嘛 我说我们是买股票 他说老师 市场上不是很多人在担心受怕 说过年前先把股票先出一出吗 各位这些人跟我比还差得远 我们在1月17号就布局了几档股票不是跟你讲了吗 对不对 那各位我比较厉害还是他们比较厉害 当然我们比较厉害啊 因为开红盘1月30号就大涨560点了嘛 马上赚钱 对不对 结果他气死了 啊早知道早知道 各位三个月前他就在早知道 早知道到还好到上个礼拜五 终于下定决心跟着成立好了 还好 那我就跟他讲啊 去放空一下金星科嘛 他真的赚到钱 他今天打电话说老师你真的好棒 开玩笑我是谁 我是一流的 我是一流的 所以各位 我已经跟你讲2月3号 天哪忙点测试赚翻了 1月5号到2月2号买金星科做四次赚194块 我连放空我都告诉你了 对不对 你看到了今天 我有骗你吗 大盘跌209点 大盘跌209点啊 看到了没有 我在2月2号就跟你讲 我出股票你有要相信吗 2月3号再跟你讲 我还是出股票再高给别人赚 我还跟你讲我放空股票 有没有 各位 我跟你讲一句真的 很多外资法人 都想要聘请陈利豪当顾问 只是我不想去到那种地方 那种地方 一间学者 坐在那个象牙塔上面 跟白痴白痴的 呆呆的在那边也不在干嘛 我不喜欢这样 我喜欢的是灵活的操作 我如果去到那边 他们的观念可能都会被我洗脑 你听得懂吗 那各位那种那些人 观念又很固执的 我可能也没办法帮他们洗脑 搞不好我被他洗掉还得了 开玩笑 我这么灵活 对不对 所以我干脆就不去 所以各位投资朋友你看 真的 我已经跟你们说过 真的 你要好好的把握成立好 那各位你看 你记不记得之前我们有一档股票叫 宏达店 我们1月17号当初不是布局宏达店吗 布局宏达店不是赚9块6吗 各位我那天告诉我的会员先出一半 你知道吗 那天涨停板不是66块9吗 各位不是66块9涨停板吗 我告诉我的会员先出一半 先出二分之一 好各位宏达店你看 我没有骗你 我都真凭实据的 1月17号当初买在57块附近 57块3 2月2号各位攻到涨停板 我先出二分之一 赚9块6 各位到了今天全出了 我全出了 今天全部出了 我全出了赚12块半 各位再上去给别人赚 所以各位这档股票今天出掉了 今天2月几号 2月6号69块附近全出了 那就是各位赚12块3毛钱 全出了 那这档股票我不是不会做 我100块以下的股票 我只做宏达店 我等他有机会再拉回的时候 我再来买就好了 听得懂吗 出掉就出掉 再上去给别人赚 我就是这副个性 我就是这副德性 听得懂吗 各位做股票很清楚 我知道来龙去卖 什么时候该买 什么时候该卖 我不会拐弯抹角 也不会为言耸听 我跟你说过 我做股票很清楚了 听得懂吗 那各位投资朋友 真的 还有一档股票 各位你看 很多人说老师 你做股票只做电子股吗 错 我也有做生计概念股 各位我们在封关之前 1月17号还多买了一档股票 叫做保林附警 各位我们今天全出了 2月6号今天全出了 保林附警全出了 赚23块 保林附警 各位 你一定会说老师 真的还假的 各位我随便印出来两个给你看 这我的会员 会员注意今天两个字 会员注意 刚刚好几位会员打电话来说 我们在1月17号布局的保林附警 160附近买的 现在180到185 其实手中还有的人 全部获利出场 不再追踪 全部获利出场 我的会员说老师 为什么要全部出场 各位你看 我们还出到最高价 我们真的还出到180到183之间 收盘收176.5 各位你看到没有 厉不厉害 你再看 各位 这我的会员跟我讲 我在叫出的时候 他说OK可出1760吗 我说就先出场全部获利 先出场全部获利 他给我回OK 另外一个也是 我不是讲今天2月6号 全部出场 他说赞 赞赞赞赞赞赞 各位你看到了吗 我是谁 我是股市里面一流的老师 该买什么 该做什么 该进什么 我很清楚 我不会去造假作弊欺骗 各位 我不是跟你讲吗 股市现在进入了还是一样 进入了盲点测试 你看2月4号礼拜六 2月4号礼拜六早上 清晨的美国股市收盘 你看 不是一样盲点测试吗 不是盲点测试吗 我跟你说过的话 你要听 各位投资朋友们 真的 我今天 我说实在话 陈利豪在股市 我在股市三十几年 迈入三十五年 我真的很语重心长的 要跟所有投资朋友们 真的 各位跟你教学相长 当个朋友 好不好 你进入股市 为了就是要赚大钱 不是在股市里面 进来要学习股票 你要听清楚 进来股票 股市 你是要赚大钱 你不是进来在学习技术面 也不是进来学习基本面 更不是进来在看产业面 各位这些东西 如果你进入股市 才在学习这个 你会死路一条 因为你永远来不及 当你看得懂技术面 当你看得懂基本面 难道法人看不懂吗 他比你还要懂 你会看这些东西 你会看财报 你会看 你会懂得产业面 难道他们上市会公司 不懂产业吗 只有你懂产业 那更好笑的是一些 57台58台的 莫名其妙的座谈会节目 整天在看图说故事 那很多的散户 很多的投资人 就喜欢这一套 难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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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看这张 难怪 我当初不是跟你讲吗 三角形金字塔 有没有 难怪 三角形金字塔 70%就是辛苦人 加上一般人就90% 很可怜 非常可怜 永远就是被这些法人 被这些座谈会节目的人 带着带动带息 带动带息 到最后没赚到钱 还赔钱 各位你知道为什么 有这么多会员喜欢跟陈利豪吗 你知道为什么这么多人喜欢跟陈利豪吗 因为陈利豪讲话很实在 不讲废话 也不讲一些故事 我跟你讲买就是买 叫你卖你就卖 很简单 因为困难度交给陈利豪 所有的困难度交给我就好 台积电从过年前买一次赚42块 结果1月31号杀下来520附近再买一次 在2月2号冲上去542又再出一次 你看今天又打回到526 你看厉不厉害 结果一些阿呆子外资 一些 我就跟你讲外资不懂做股票 你就不相信 台积电的操盘人也是这样子 也是这样 大某喊看七字头 结果一大堆阿呆子买到之后 就丢到那边都不动 各位做股票是这样吗 不要这样做 会害死你自己 就像我金星科 我不是跟你讲金星科我还是看好吗 但是各位看好情况之下 你看我从封关之前到现在 做多做四次 放空放两次 一流的 对不对 那各位我又买回来了 你看 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我就是厉害嘛 就这么简单 有什么好想的呢 所以各位 跟着厉害安心放心又开心 一通电话我帮得到你 所有业务都在等你 各位盘中四个半小时 你要跟着成立好 真的盘中四个半小时 我很认真的 你相信我真的 盘中四个半小时 各位 你看光今天早上 各位光今天早上 你看今天 今天开始 各位看 今天早上一开始 我就在分析行情 各位看 一大早就在分析 你看 你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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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路带 你看看他一路带 有没有看到 这就是成立好 各位跟着立好安心放心又开心 一通电话我帮得到你 至于那些想东想西 寻寻逆逆 还在不知道该怎么做的人 那各位 陈立好伸出双手 你不要再想了 我帮你做决定 你就跟着陈立好 好不好 所有业务都在等你 都在等你的一通电话 你自己帮自己 广告之后再回来 请不吝点赞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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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投资这条路是孤独的 投资这条道路是辛苦的 尽心思考 二十年来坚守专业与热忱 似乎不够 总想着能为投资者多做些什么 你们就是我们的支柱 你们就是我们的动力 用心去关心每一个股市投资者 顶页投顾全心照顾 0285113366 我们下期待我们下期待 多久了 我们下期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初冲上来的时候我们获利了结 获利了结之后我们勇气霸气跟行动力放空 你看我那天我不是给你看过了吗 对不对2月3号有没有放空之后有没有 对我也跟你讲2月6号到今天537 全面回补再买回 所以各位真的做股票真的没有这么难 你只要懂得来龙去卖就好就会赚翻了 很多人在股市里面不知道怎么办寻寻逆逆 那各位跟着利好好吗 你看光放空上个礼拜到放空 各位到今天来回补对不对 放空也赚38块不是吗 各位投资们我们累计已经1667块了 各位跟着利好好不好 你不会做我帮你做你不会买我帮你买 你不会空我帮你空 给所有的事情交给陈利好好吗 一通电话我就可以帮得到你 我们不要去造假不要去作弊不要去吹牛 那各位寻寻逆逆还在观望的人 各位我帮你做决定就跟着陈利好就好 不用跟别人了好吗 那各位跟着利好安心放心又开心 一通电话我帮得到你 祝全国新来的投资盘们 明天操作愉快 谢谢 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 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讯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